以色列与沙烏地阿拉伯近几个月来在美国的协调下一直进行谈判,希望就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达成协议。 此举不仅将促成这两个国家的和解,也可能为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新的风貌。 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伙伴,但自从1948年以色列独立以来,沙国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并长期支持同为阿拉伯民族,但与以色列冲突不断地拔了斯坦。 但在美国的斡旋下,沙裔两国针对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沙国实职领导人王楚萨尔曼亲王最近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沙国正逐步接近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关系正常化。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9月借着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纽约会面。 尼坦雅胡表达了与沙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心。 为了应对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朗, 美国近年积极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修复关系, 并协助以色列在2020年与五个阿拉伯国家减交。 拜登去年甚至搁置了与沙国在涉嫌谋杀华盛顿邮报一语记者哈绍吉上的争议, 亲自访问沙国,与萨尔曼亲王会面。 另一方面,沙国今年在中国的协调下,与区域劲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 反映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更提升了美国巩固与中东盟友关系的必要性。 尽管以色列和沙国都对达成建交协议表示乐观, 但美国想要成功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仍充满挑战。 首要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 沙国长期以来孤立以色列, 就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能独立建国, 并支持东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首都。 但在鹰派的尼坦雅胡去年上台后, 以巴冲突持续加剧, 以色列执政联盟中多位极右派人士, 也推动在巴勒斯坦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因此,尼坦雅胡在巴勒斯坦议题上是否会让步, 将是沙以两国建交谈判的重要关键。 萨尔曼亲王也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 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 另一个挑战是沙国希望, 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 包含寻求与美国达成类似美日和美韩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 以及取得美国先进的武器。 此外, 沙国也希望美国协助发展民用核能计划, 在沙国境内进行浓缩又活动。 但这些要求都可能在美国国会面临阻碍, 因为部分国会议员十分不满沙国的人权记录, 也希望美国减少对中东事务的涉入。 在巴勒斯坦议题和安全问题仍未解决之下, 拜登政府若想要赶在2024年大选前促成中东地区的历史性和解, 仍有极大难关需要突破。 杨广编译正经某报道